中美两强在贸易战僵持之际 现在北京当局持续的往外拓展经济影响力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希腊 继续的推动一带一路互相深化合作 同时这回他出行还带上了很多大订单要送给希腊 双方签下了16项的合作协议 而其中规模最大的一项投资案是中资要投资希腊当地比雷埃夫斯港 他说要把比雷埃夫斯港要打造成欧洲最大的商港 而大家有没有发现中国整个一带一路的沿线 最爱投资整个带路沿线的港口 特别是一些枢纽位置的港口 几乎完全都已经被中资企业给拿下来了 掌握了中国通往欧洲亚洲很多地方交通要道 今天的大世界话题我们就要带您快来看 首先我们要带您看到了对于这一带一路 那么在美国方面是向来用阻挡的一个态度在面对 那么甚至在我们看到蓬佩奥这个是美国的国务卿 蓬佩奥几乎是每到一个国家 他现在身负重任好多事情他要去宣传 首先他要宣传的就是他认为中国一带一路 这个是债务陷阱 再来他到处宣传的就是华为会偷你家机密 千万不要用 再来就要宣传说这个5G你要小心中国好多后门 所以呢他非常多肩负重任到处去做他的宣传工作 最近他到了德国 那么在德国呢他同样宣传他怎么讲 他说现在的中国正在塑造一种新形态的威权主义 然后他说这个威权主义呢 他会有非常多的包装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形态 比如说这样的威权主义呢 他很可能是面对他的人民 比如说他举新疆 比如说他举香港他说这是威权统治 然后他说他会有一点包装 让你觉得包着糖衣的毒药 然后你一下子吃下去觉得好甜 等到吞到肚子里 哎呀已经肚子痛了 不急你吞下去了 就好比一带一路哦 所以呢他讲这个威权主义 大家要小心 但是同时间呢他也特别讲 他说但是呢他心里头是非常尊敬跟热爱中国人民 他讨厌的美国反对的是中共政权 他把中共跟中国人民完全分开来 他说中国的人民哎呀我爱你们 我尊敬你们 你们是可敬的一批这个人民 但是呢中共共产党哇很可恶啊 就是共产党在输出所谓的新形态的威权主义 他这么说 那么在中国大陆呢马上就有回应了 我们来看到这是国务院 这个是外交部的发言人耿爽 哇今天他耿超级不爽 他就讲了 他说蓬佩奥到处去造谣 他说这是他个人政治目的的污蔑抹黑 然后呢他讲说这个人阴谋险恶 然后说这个是看他演戏要演到什么时候 哇这个是呛他呛得非常不好听 好那么双方高来高去 我们就带您看到 为什么这个时候又重提威权主义 为什么又说一带一路也是威权的一种包装 主要是习近平在中美贸易战 现在看起来即将要签下第一阶段协议的同时 继续要开始推动他的一带一路 继续的往外拓展他的经济实力 好这回习近平来到了希腊 那么在希腊呢 他说要深化双方一带一路的合作 希腊过去是欧珠五国嘛 在他被这个欧珠五国 然后呢债务满头包薪水发不出来 政府快要倒的同时 这个希腊的这位总统就讲了 他说当时啊没有人想要理他们 没有人愿意救他们 没有人愿意借钱给他们 然后只会笑他们说 哎呀你这个欧珠五国啊 他说那个时候啊 他感念在心 只有中国愿意伸出援手 在他们最惨的时候愿意来帮助他们 注资投资 所以呢他说如今啊 那么他希望双方可以更深化合作 那习近平这回来 他当然也不是两串交来 他带了大礼来 我们来看双方要签下16项的合作协议 包括了非常多的面向 包括了农业方面的合作 技术创新的一个合作 电信事业的合作 大家看到电信事业你就想到 哦5G来了哦 另外呢旅游业 他说呢要带很多中国观光客到希腊来 看看希腊的美景 然后呢 嗯 希腊可以扩大出口 奇异果到中国 而这回最重要 最大的一项合作案 习近平特别来的是 他带了中国特大型的国有企业 中远集团 中远集团哦 那么他全名叫做 中国的远洋运输集团 好专门在做远洋的投资非常多国外的港口 那这回呢 中远集团要来了 那么他也要投资在希腊当地的一个非常大的港口 叫做比雷埃夫斯港 然后呢 他说中国可以帮助你的是 现在这个港口 它明明是一个非常好的枢纽位置 但是呢 希腊政府无力开发 所以呢 中国说我来帮你开发 钱我来 然后人我来 技术我来 通通都我来 那你要做什么呢 你就是帮我扫清阻碍 为什么有阻碍 因为其实这个港口 中远已经来投资了好多年了 2008年就来投资 最近遇上了阻碍 因为他们在当地 希望可以再扩大这个港口的腹地 希望多建一些仓储 但是当地人觉得这是生态破坏 所以呢 当地人是不断地抗议抗议 他们不让中资继续开发他们的土地 然后呢 这回习近平亲自来 然后呢 这个希腊总统就说 开发我们举双手双脚欢迎 当地的一些这个反弹的声浪 我来帮你全部抚平 所以呢 希腊的总统已经跟习近平承诺了 当地有任何的阻碍 他来搞定 你们只要把钱带来 把人才带来 把技术带来 这个港口就交给你们 所以呢 现在的中资承诺 未来呢 这个比雷埃夫斯港 要交给中国来兴建 交给中国来经营 而中国也承诺 希望可以将这里打造成 全欧洲最大的上港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日前访问德国 参加柏林围墙 倒塌三十周年活动 但演讲的内容 却满满都在呛中国 蓬佩奥大肆批判中国 但强调美国针对的对象 则是中共政权 而非中国人民 蓬佩奥更特别谴责 中共一直以来 都在践踏中国公民的人权 不只人民遭到支配 蓬佩奥还指出 就连中国通讯设备 拒搏华为 在全球布局的5G网络 也受制于中共掌握 各种指控 中国官方听了 觉得根本一派胡言 必须指出 蓬佩奥的有关言论 十分危险 与其美国国务卿的身份 严重不符 这里我们要奉劝他 不要再跌跌不休地 对中国进行无端指责 以免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从点上表情就能看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耿爽真的很不爽 还反问蓬佩奥演戏要演到什么时候 更说他满脑子都是冷战思维 蓬佩奥满脑子冷战思维 妄图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挑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以服务于自己的政治图谋 这注定是要失败 北京不满蓬佩奥的指责 但美国跳脚毕竟深受威胁 尤其中国的一带一路 让中共势力几乎已经扩及全球各地 包括欧洲国家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时隔11年11号再度抵达希腊 进行三天的国事访问 在雅典的晚宴上 习近平还表示 中国绝对不会搞国墙壁霸 他说中国人从来就没有那种野心 希腊方面也给予肯定 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下 和中国签署16项经贸协议 涉及农业 技术创新 电信和旅游等领域 我们一致认为 中西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天然合作伙伴 在签署的协议当中 最大份的合约 就属中国远洋运输公司 在希腊最大港口比雷埃福斯港 再度注入6亿欧元的投资案 当中还包括2022年前 还得再投资3亿欧元 将让中原集团在比雷埃福斯港的股权 扩大到67% 这里是比雷埃福斯港 也是中欧陆海快线 陆和海相交的地方 在我们身后就有四条铁路 这四条铁路会通向中东欧的九个国家 覆盖1500个网点 中原集团事实上从2009年 就获得了比雷埃福斯港 35年的特许经营权 2016年更拿到该港51%的股权 如今中原集团又掌握了更多 让中国通往欧洲的物流 能更有效率 随着中国借着一代陆深耕 希腊和各个国家 美国警报早已大肆响起 双方隔空炮火不断 反映出美中两国的贸易战 早已蔓延成全面性的战争 三连新闻长得到 好我们看到了这个是希腊 那么靠着一带一路 他希望能够博翻身 他要靠着中国的资金 那中国承诺他了 说要把他的港口 打造成全欧洲最大的商港 哇听起来好诱人哦 如果是昔日的欧洲五国 如今翻身 他拥有全欧洲最大的商港 哇这是非常励志啊 这个成功计 所以呢他非常希望 可以靠着中国一带一路的计划 能够让这个希腊 他的重振他的经济 让他的港口事业 可以重新恢复雄风 但是呢 把这个非常重要交通枢纽的 一个港口交给了中国来经营 希腊他得到什么好处呢 这是一个打上大问号的 所以呢现在几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大家希望可以靠着 中国发展的同时 也都在自问 他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好处 我们又带你来看到 那中国可以得到 什么样的好处呢 中国打造了 这一带一路的计划哦 那么当然这个世界的海上丝绸之路 当初告诉大家 透过这海上丝绸之路哦 他可以连接全球44亿的人口 他可以串起欧亚商机 包括从中国到南太平洋 从中国到印度洋 再到欧洲 他希望可以打造一个双向的一个思路 中国的商品可以找到更多 更方便更便捷的出口 可以非常快速的把他的商品 卖进欧亚非大陆 那其他的一些欧亚非相关的一些商品 也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同样的一个思路 来到中国找到他更大的市场 那目前为止呢 我们刚刚特别提到 中国非常喜欢去占据枢纽位置的港口 那么中资那些大型的国有企业 都已经在各个港口都有布局了 目前我们看到了 这个是中国大陆 他们自己公布的数字 经营了34个国家 42个港口 那这个北京方面告诉大家 这42个港口呢 几乎每一个都是万中选一 枢纽位置的厉害港口 要让天然资源更多方的运到中国 过剩的产能能够有更多的出口 指的是中国要输出他的产能 他去帮这些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 盖他们的基础建设 然后呢 当然就是希望在有经济影响力之后 他可以得到制度的定定权 经济贸易的制定权 成为中国霸主 那我们就带您来看到了 刚提到这34个国家42个港口 到目前为止呢 特别的这个交通枢纽 到底有哪一些 我们要帮大家来看看他们 然后我们再透过地图来看 到底他的位置有多重要 我们先来看 这就是这回希腊中资中远集团 来到希腊 他要把它打造成 欧洲最大的一个港口 这是欧洲南大门 我们对照着图来看 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在哪里 我们来看到这就是一个 一带一路的一个路线图 中国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中国你看到他的海上丝绸之路 往南 好那么往南一直来到印度洋 其实印度洋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斯里兰卡这个地方 中资已经掌握了斯里兰卡这个南方的最大港 叫赫班托达港在这个位置 枢纽位置非常重要 直接在印度洋的一个重要的门户的位置 然后我们再往上看 那么来到了这个是非洲大陆 非洲大陆呢已经来到吉布地 这个地方呢是中国在这个中国以外 解放军的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就在吉布地 那吉布地的港口呢 这里也是中资在经营 另外还有巴基斯坦 瓜达尔岛 这个瓜达尔港 在巴基斯坦这个位置 你看到直接波斯湾的一个门户位置 就在这个地方也卡住你了 印度洋卡了一个门户 波斯湾我也卡了一个 然后呢你看到在非洲这个地方 红海也卡了一个 就在这个地方 你想要过 留下买路钱哦 这是中资金营哦 然后我们来看到继续往上看 这就是希腊的比雷埃福斯港 就是这回要这个来投资他的 他的位置呢就在希腊的这个位置哦 好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 这就是地中海的门户位置 还有人形容它叫做欧洲的南大门 然后呢我们回头要来看看 希腊看到了欧洲的南大门 然后西班牙也有两个港口 现在是中资金营 西班牙有这个瓦伦西亚港跟碧尔包港 这都是中资拿下了它的金营权 它们分别代表的一个地位 是地中海的中转枢纽 还有亚洲到欧洲 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 好我们再来看到 在西班牙的这两个港口 位置在哪里哦 好我们看到西班牙的两个港口 就在这里哦 刚看到的是希腊在这嘛 然后呢这个是西班牙 两个港口 碧尔包港跟瓦伦西亚港 瓦伦西亚港刚刚提到了 是地中海非常重要的枢纽 地中海在这个位置哦 所以你看到这个是西班牙的瓦伦西亚港 另外呢意大利有两个港口哦 意大利两个港口 一个叫热内亚港 还有一个叫迪里亚斯特港 好这两个港口呢 也都是哦 直接的可以把它的货物呢 送到欧洲去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好我们看到了就是这两个 都是意大利最大的港口 那迪里亚斯特呢 就是进东欧的门户 所以我们来看到了这张地图 再回头看一次哦 几乎在这个地中海当中 中资布局了非常多重要港口 希腊有 西班牙有 还有意大利也有 所以呢我们看到 它几乎是把所有重要的一个位置 全部卡住了 任何一个门户的位置 看到没 然后呢全部卡住了 就要到非洲的 然后地中海呢 几乎是四面八方 全部都卡了 很重要的港口位置 所以呢当中国说 我卡了这么多重要的港口 我要做的是商业 我要把我中国的货物 可以非常顺畅快速的 送到欧洲来做生意 送到非洲来做生意 但是世界上 特别是美国看的 可不是你要做生意这一点 美国看的是 你这一个一个的枢纽 你说做商业 我信吗 他说希腊那么傻 好傻好天真 你相信 美国不相信啊 美国认为你这背后 都是有军事目的 也的确卡了这么多 非常重要的军事枢纽 你可以说他要做商业 没错 但是你要说 它是军事很重要的布局 你也可以这么认为 美国就是这么想 所以呢美国国防部 曾经发布了一份报告 他就警告 他说现在中国透过 一带一路掌握了 这么多重要枢纽的港口 他认为背后 拥有的是军事野心 我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 就是要以互联互通为着力点 促进生产要素 自由便利流动 打造多元合作平台 从2013年就召告天下 要当老大 中国向全球力推一带一路 大规模主导跨国经济 最关键的基础 就是要掌握各国港口 希腊第一大港比雷埃夫斯 一艘一艘船船 经过此地 俨然是欧亚之间的海上枢纽 但老板居然是中国人 这个船进来呢 主要是来进行 在水下部分的修理 因为你在水下没法修 进到雾链之后 雾就抬起来 其实水下口就漏出来了 中国的中原集团 从2008年10月 就从希腊当局 取得比雷埃夫斯港 35年的特许经营权 2016年中原海运 又获得了该港 51%的股权 如今又斥资6亿欧元 扩大投资以及经营权 2008年的时候 像这个特许还没有的 只有那边一个特许 那个码头 这个码头是新造的 没有 以前都没有这个 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 中国公司成了 敏夫骑士经营者 尽管曾经有中国犯罪集团 在此进货逃税 但依然开启了中国 从海上进入欧洲的大门 位在南亚的斯里兰卡 赫班托达岗也有异曲 同工之妙 从斯里兰卡出发到东亚区 最长时间到我们 像北方港口 大连 青岛 时间不会超过12天 往西走到 吉布提到东非 时间不会超过8天 它也可以衔接 那个波斯湾地区 像到迪拜的时间也就5天 绝佳的地理位置 吸引中资企业招商局 港口控股有限公司 在2017年7月 以总价14亿美元 向斯里兰卡当局 取得99年的经营权 西班牙东南部的瓦伦西亚港 是地中海货柜 吞吐量最大的港口 一整片附地占 西班牙GDP 55%以上 可说是整国的经济引擎 2017年也被中国的 中原集团收购51%的股权 借着一带一路的推动 人民币除了经常 买下不少国家的港口 由中资更直接在 非洲的奈及利亚 直接盖一座海港叫莱吉港 目前还在新建莱吉港 由中国港湾公司出资 一碗公就将有 45年的特许经营权 渴望火落当地经济 在一带一路的推动下 中资触角目前已经掌握 34个国家 42个港口 包括印尼 马来西亚 巴基斯坦等国 最终到底是 中国霸权的延伸 还是全球化经济的助力 各界都在高度关注 三地新闻 长得不到